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计算的总是存在着偏差 于是天王学家就猜测 在天王星轨大的外面应该还存在着一颗行星 正是这颗行星的存在 对天王星产生了引力射动 才导致了天王星轨迹的偏离 经过了一系列的计算 天王学家们计算出了这颗行星可能存在的位置 于是就通过望远镜去找 最终真的在计算的位置附近发现了这颗行星 并将它命名为海王星 因为当初并没有计算机 所有的计算都只能通过笔来完成 所以这颗行星才被称为笔尖上发现的行星 那么今天威瓦就带小朋友们去这颗神奇的行星 海王星 威瓦 威瓦 Rocky 哇 海王星看上去真的像大海一样蔚蓝 难道上面真的是一片汪洋吗 我们从望远镜中直接看到的海王星 是一颗湛蓝的星球 这主要取决于海王星的大气中含有甲烷 海王星的大气和天王星差不多 主要是由氢和氦组成的 但是也存在着微量的其他气体 比如甲烷 大概占1%左右 因为甲烷主要吸收光谱中一定波长的红光和红外线 所以剩下的以蓝色为主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 但是和大气中同样含有甲烷的天王星相比 不同于天王星的天青色 海王星的蓝色要深得多 这被科学家们猜测 海王星的大气中应该还存在着其他的成分 这些未知的成分有助于形成颜色更深的蓝色 但是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旅行者二号达到过天王星 所以科学家们还无法确定 大气中还含有什么气体 海王星蓝色的大气下面真的是一片汪洋吗 在海王星的中心是一个由岩石和冰构成的核心 核心往外是由水、氨和甲烷组成的混合物 因为这一部分的压力和温度都比较高 所以这些混合物都以一种叫过热流体的形式存在 虽然我们习惯上还是称它们为冰 但是也可以称它们为由水和氨组成的大洋 看来在海王星上还真是一片汪洋啊 海王星表面和木星上一样的斑点 那也是一个大风暴吗 海王星比天王星到太阳的距离多将近一半 这就导致海王星接收到的太阳辐射更少 因此海王星的表面温度非常低 只有零下218摄氏度 是八大行星中表面温度最低的行星了 在海王星表面的风速却高达2000公里每小时 远远超出了声速 这是已知的在太阳系中测量到的最高风速 当1989年旅行至2号 经过海王星的时候 发现海王星表面有一个大黑斑 类似于木星上的大红斑 这是海王星上的一个超级大风暴 仅仅五年后 科学家们就发现了这个大黑斑消失了 除了这个超级大风暴外 科学家们还在海王星上发现了一组白色的云团 位于大黑斑的更南边 这场风暴比大黑斑的风暴更大 运动更快 因此科学家们给它起了个绰号 滑板车 为什么海王星表面温度低 却存在着一颗内热的核心呢 海王星表面温度很低 但是从海王星的表面向内 温度越来越高 在大约为50个大奇压的地方 温度已经达到了零度 在网里温度更高 中心的温度 估计能够达到7000摄氏度 海王星内部这么高的温度 也让科学家们产生了疑惑 不仅如此 海王星还在大量地向外散发着辐射 散发辐射的能量 比接收到的太阳光的能量 还要多很多 而且前面我们讲到 海王星上剧烈的风暴 都是由于其内部的热量流动而导致的 那海王星内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热量呢 它们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 科学家们也只是提出了一些猜测 有些科学家猜测 是由于海王星核心物质的放射性 发出的热量 但是海王星的核心很小 可能不足以提供这么多的热量 而且物质放射性发出的热量 通常都很慢 还有一些科学家猜测 是由于海王星在刚形成的时候 整个行星吸击盘 它缩释放的能量 最终以热能的形式向外散发 甚至猜测 现在的海王星可能还在缩小 海王星在不断缩小的过程中 重力是能以热能的形式向外散发 不管如何 海王星还有着很多的秘密 等着科学家们去探索解决 未来期待有新的探测器 能够达到海王星 为我们揭开这些谜题 好了 到这节课为止 我们太阳系中的八大行星都讲完了 小朋友们再回过头来想一下 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 哪个行星最大 哪个行星最热 哪个行星又拥有最多的大气 在太阳系中 除了八大行星外 还有很多的其他天体 比如小行星 它们的个头通常都比较小 而且还是不规则的形状 此外还有彗星 它们通常来源于非常远的地方 而在太阳系的外面 还有着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天体 下节课中 微瓦会带小朋友一一到来 小朋友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